整桌都是東西 看就知道我今天又組裝機了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別錯過任何節目 今天這部機有什麼目的呢 就是一部升級的電腦 原本是一部升級的電腦 但玩一下玩一下就越砌越正常 就變成一部正常的電腦 其實就看到欠了一張Display Card 因為機主覺得現在Display Card就不太值得入手 今天這部機有什麼賣單就不用一萬元 但是用原本的2060Super 等可能再過一兩代才會去買Display Card 所以火候的部分都是用一個650W 去預留一個空間給自己日後可以去加東西 Mutterboard這次選了MSI B550劏碼殼 也是一個很常會出的B550主機 CPU的部分就加了5600X 5600X不是什麼特別的 在這一刻只是有貨和沒有貨的分別 反正都加到AMD Support Gen4一定是買AORUS Gen4 1TB SSD 上次過一條CG list片已經有講過為什麼 RAM的部分 這就是G-Skill Trident Z的NEO 這個是366G kit C16那隻 水冷呢 偷偷地加強了買一隻Z-53 那其實你說現在Z-53 是本地表或者在老場裡面 你買到最強的水冷呢 應該是 他當之無愧 那副何方面呢 就是拿了這隻Fremotech的GF-1650W 原因不特別提 因為低調而已 沒有多 大致上就是建立了這部機器 這次機箱會用這個聯力的LAN COOL 2 待會再拆開我桌子 根本放不到機箱 我現在先處理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些 我習慣先弄一塊底板 先拿出一些要拿的東西 其實呢 組裝這些底板的好處就是 它的背板不用自己上的 已經在底板上 就不用像我上一部影片那樣 要自己去 再上一次那塊擋在我的機箱上 那現在這些 這樣的特點都越來越多了 那相信應該都是 遲早一階都是的功能 那接著我們就裝CPU 其實上次也說過了 CPU呢 就算是汗水也好 記得不要丟掉COLA 或者一賣的COLA 那我的原因呢 都是跟保養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上次都已經 教過怎樣安裝AMD CPU 那今次就 不特別再做多一次 就這樣刺下去就算了 裝CPU多輕鬆 那接著就是RAM啦 今次應該是第一次拍片 幫人組裝G-Skill RAM 之前好像沒拍過 我好像印象中很... 是不是呢 好像沒有 有沒有呢 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G-Skill的RAM 其實外觀上真是一絕的 因為我自己買到買G-Skill的4000收買 自用就知道什麼事了 但是... 好不好超呢 這就真的好看彩數了 就不要想見那個人 買這個很好超 只要跟那些chip 很難說 因為現在的廠的超頻的RAM 都變得很準 其實... 已經分了G-Skill的 超級的RAM是... 直接到最高階的產品 哭不出來 哈哈哈哈 好 接著就準備處理SSD的部分 上次也有開過這隻SSD 這隻SSD有什麼好原不好呢 好的原因呢 第一過就是因為它超便宜 它應該就是PC-Gen4SSD裡面最便宜的那一隻 我那天在Terminal按過是1399吧 武血星版本好像是 但是呢 很恨真的 它這隻明明是叫做武血星版本 也有一張這樣的 就黏在這裡 那... 我的角度啊 我的立場就是 這張就是記不死星 即是我要撕掉它 還有我其實... 主機版本身也會有M.2 Cooler的嘛 所以... 這一條這樣的東西 或者這一塊這樣的東西 你貼下去我就要把它拆出來 不如你別貼啦 還要在撕的過程中又不可以... 太快太大力 因為要遷就不要撕破 或者撕碎 真的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大力到... 撕到一些... Component啊 彈起來了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撕到的小聲一點 但是我可憐 這塊這樣的東西 撕完之後 你是不可能重用的 會彎曲的 這樣的款式怎麼重用啊 大哥 好 接著就是... 插回M.2 記得M.2 Cooler後面這塊... 的貼紙要撕掉 要不然你是等同... 那些... 那些... 熱聲組裝了上去 沒有插... 沒有撕貼紙一樣 Exactly 同一個道理來的 然後放完位子呢 就可以直接上去 由於這塊東西本身是有... 兩顆螺絲拐死它 還有東西頂著它 這次是可以直接不上那顆螺絲 直接扭的 與此同時我發現這塊底板可能是錯誤 我看不到它有跟M.2螺絲給我 所以我突然意不給 如果正常情況有跟過 我都會照貼 不過我看好像沒有 我就不特別貼 接著就是腐圓的部分 因為機主本身也有HARDISK 還有2060還是Super 我忘記了2060沒有Super的Display卡 可以組裝上去 所以這次也要留一條PCIe 6加8x2 給它做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火牛這個部分 我有提他不如買大小火數 可能買785火 他問我為什麼 我只要留空間給自己買3080那些 他就說不好 所以如果你跟他一樣有心情 打算組裝一部電腦 未來也有機會升級的話 可以在火牛的部分 買大小小火數都沒問題 只不過他限家仔 不搞那麼多東西 用著650火先 然後再看情況來up rate 好 牛搞定呢 就搞水冷 其實水冷這一刻沒有東西可以搞的 純粹是換好Socket的扣具 因為這隻其實大家都知道檔工廠在哪一間 扣具都組裝了10年 其實都有機會 有的 那個款式的扣具 其實看著它進化 其實都組裝了快10年 所以現在這一輪水冷 你不給我說明書 我對我來反而沒什麼 但可能對新手的朋友就麻煩一點 裝這部份是不難的 說明書都不用看的 就是柳松的原裝扣具 但它又衰格 它是要用原裝的背板 所以要留下背板 現在其實很多的cooler 或者水冷都好 它都是要求它要用原裝AMD的背板 我想這個是一個成本考慮的問題 Touchwood 如果你之前用其他cooler 扔掉它 那怎麼辦呢 你真的要好好密色一隻 是不用用AMD原裝任何一塊的cooler來買 以往也有試過 如果那些客人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我也是一個絕招 你買KUMA那隻212就可以了 因為那隻有AMD整套扣具 即它不是原裝 但是它是用完自己的扣具 就不用用AMD的扣具 這個部份 是挺幫助到 一些剛好把AMD扣具的人 這裡搞定了 開機箱 好重啊 這隻主角 Lancroo 2 其實呢 拍片的原因都是因為這隻Lancroo 2 因為這隻Lancroo 2 跟我上次拍片介紹過的Razer 應該很相似 因為上次一說 就已經很多人說這件事了 那我們 然後呢 我們 我們蓋了一塊玻璃 不知道為何貴事弄出 我事前準備功夫 只需要鬆了這一邊 因為我要裝水冷的關係 我一定要鬆了這一螺絲 我要換一個大一點的安裝空間 其實在這個時間 我就立了一眼了 之前大家說這隻機箱 跟上次Razer TOMAHOT 很多相似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跟一間代工廠 就不太細說 你看現在我開的這個 跟上次TOMAHOT的做法都很相似 不過你說是不是很多地方 都跟TOMAHOT很相似 內隆我覺得是 但外觀上 我經常都跟這個 收聲牌的一隻500DX混亂 因為真的有點相似 他們發光的東西 令我覺得他們很相似 經常都分不到誰打誰 先拿好螺絲 照片看起來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難處 現在準備開始下手組裝 但在我下手組裝的時候 我不敢聯想我當時組裝TOMAHOT的時間 其實是怎樣 我反而會覺得Lancrui這種開門的方法 雖然都是用這些 但它跟TOMAHOT的分別是頗大的 TOMAHOT是另外還會用 關掉那些類似色櫃的磁石 其實它純粹是磁吸 沒有很多 之餘它還會用這塊去追加多兩個 2.5吋的空間 應該是這個 但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如果我不需要那麼多2.5吋的SSD 其實這兩個當然是多餘的 我的角度就是 這兩個反而是多餘的 變成你會做全覆面的玻璃 我會覺得是更加好 因為你後面本身 它背部的遮臭蓋做得很大範圍 變相如果這些位置不去做2.5吋的位置 直接把這塊都變成玻璃的範圍 可能會更加好看 因為你之前怕做兩邊玻璃的機箱 另外一邊的執線執得很適合 其實也很麻煩 因為外觀會差很遠 但如果你這邊遮臭蓋做得那麼足的時間 反而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做完全覆玻璃 反而會比旁邊這個 去做這樣的開門 是為好 前面這個部分做開門我都OK 因為你方便開一些HARDEX 但後面這一塊做開門 過意就不太大了 你做一塊玻璃的幅度再大一點 跟上次一樣 這個我也有說過 因為TOMAHOT貴 所以我說得特別大聲 就是它的遮掃蓋沒有用 吊著的螺絲去做 如果它這些位置做掉螺絲 就不需要螺絲脫出來 感覺會好很多 我覺得就是差了少少 上次TOMAHOT貴 可能我沒有說得那麼仔細 有些位置應該可以做得更加好 上次好像有提過 但沒有拍出來給你們看 那次提完就算了 但我越砌越覺得 剛才說的東西是一個傻 就是另一邊側板的門問題 其實是有點蠢的 因為我組裝機器的時候 如果我現在這樣蓋起來 其實它是硬著的 那時候的Cable也在 其實這個位置做得不夠精 因為設計很好 但做法不夠精 我覺得差一點 反而TOMAHOT是做全塊玻璃 所以沒有了這個問題 但TOMAHOT真的太貴了 老實說 拍完影片現在就說回 它售價的部分 真的貴得有些客人 所以這隻機箱 是可以給大家 去試一下內籠的裝法 這隻LANKOOY 本身也是跟三隻風扇 設計和我上次組裝的500DX是很相似的 又是前面一隻 然後頂頭和機尾又是一隻 但是它就全12CM 由於我要裝水冷 要在前面的關鍵 所以我要先把前面的風扇拆出來 再裝在頂頭的部分 頂頭裝風扇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真的見孔就塞就OK 但有人想提醒大家 有機會你們買一些風扇 或者其他時間 記得留意你主機板上 有沒有那麼多的風扇插座 這個如果不夠四篇或者三篇位 其實就麻煩的 你可能要找一些一開幾的線去做 砌大版的好處 就是多數都夠 我不敢說一定 多數都夠 免得稍後拿回來 這塊板不夠好笑 然後準備裝水冷上去機身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用抽入的方法 因為抽入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令到風一定穿過水冷排 就是這樣的裝法 為什麼不用吸入是要用抽出的原因 就是令到風扇的反彈壓力望大 還有這樣的抽風方式 我覺得是高效率過吸入的 如果你吸入那種吹法 你打不穿到冷排所有風的力 就是吸入的風扇 這個是超級玩具人 雖然這隻水冷的性能 基本上IP都不用出的一定是厲害的 但是都按自己平常的習慣去裝入 當然最刺激的裝法一定是夾餅 但是夾餅的話 我建議你買回四把風扇 都是同一個規格的會好些 甚至是同模特兒 最好不要同規格 最好就是同一個型號 你發光的話應該會好看 但是夾餅現在現成有EK那隻夾餅Elite 所以可以直接買EK三文字 也不是一個壞選擇 我又玩到沒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砌整隻水冷 這隻水冷砌之前 其實它有一張紙叫你撕 不是底部的那個 是面頭的那裏 它會提醒你 插好所有線 你才好開機 它是怕有些人忘記了 插一條沙塔 就這樣 把水冷頭 裝完毛機就開機 那你的燈會沒有電 你沒有電到 那就很容易會燒東西 哎呀 完成了 趕快試一下它的溫度 看看如何 先試一下 最後組裝好 試都試完 CPU 燒到只有60多 都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其實去到最後 組裝完這部機的感覺 就是 首先我覺得這個規格 很適合一些 未想到買什麼Display Card 即是未想到買A Card 還是未想到買N Card 才可以組裝 或者是3070 80 90 你未買到Card的朋友 都可以組裝一部這樣的規格 這個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想一下 不如現在未買到Display Card 的時間 用著舊卡先的一個折衝方案 覺得不錯 終於正式叫自己第一次組裝 聯力的LAN COOE 組裝完的感覺 其實反而我會覺得 是500DX的感覺會舒服 不過你看到最後 滿足感是LAN COOE大一點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快波子 看得到背板那邊 就沒有善音 這個是一個挺好騙自己的方法 只不過兩隻相比 我覺得都差不多 因為價錢又差不多 組裝的難易度 甚至乎他們的Layout 結構都很相近 所以沒有特別是誰給誰 看中誰就誰 其實它還有一隻Mesh版本 變成網孔 那隻也很帥 Display Card部分我沒有燒 因為這張是我自己私貨 還要還一部機給別人 他要自己再刮Display Card 所以我就不特別拿我自己Display Card 因為意義不太大 始終不是這部機最後的記型 這部機的規格 賣單應該是9000多元 我忘記了 當然你可以說我選一些便宜一點 例如底板 水冷 或者SSD 我選一些便宜一點 應該賣單可以在8000頭就收到工 這個大約自己參考 可能是折衷的方案 因為未買到卡的關係 所以先組裝一部機 到之後有更多卡 貨員充足一點 或者炒價沒那麼誇張 再研究一下如何升級Display Card 這就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有什麼想法性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聊聊天 最緊要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是這樣的 拜拜